这是雨雪不断,前两天雪刚下过,刚停两天,这又开始下,天气比较凉 因为又断的了一笔小羊羔,昨天天气还可以,又断的了一笔小羊羔 怕它受凉,在那个棚的最顶端,也就是最西端吧 给它挂了一层帆布棚,来保暖,这个棚不是太保暖,能挡压风雨 挡压风,它晚上不那么凉,因为这个刚断奶的小羊羔,前几天不适应 这今天算是刚满一天嘛,刚满一天,还得两天叫吧 晚上它也不停歇 所以这个羊羔里面还是要做好保暖 而且这个中间给它放在这儿的石头 还要再不断的给它加那个高原菜股料 慢慢的还是让它来转化 天气凉,你得让它吃饱 本来天气就冷,你得吃不饱的话,饥寒交迫 小羊羔容易感冒 包括那高出生的小羊羔也是一样 控肚的话,胃奶粉也得让它吃饱 不然的话,它那个硬冷,再加上吃不饱,容易生病 还有它这个羊圈里面也是 羊圈里面也要给它垫一下,不要再吃 我这个走廊上基本上之前都是厚厚的一层稻草 现在都被我给它搞到羊圈里面了 基本上走廊上看,走廊上基本上就没有了 它那羊圈里面都垫了老高 因为它羊圈里面羊一多,它那个中间容易湿 所以正好利用一下这个走廊上的这个稻草 是剩下的这钱,全部都给它干你 这个也是为了保暖的需要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先复养到这儿